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是靠貿易 那到底貿易對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對台灣環境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很少人去算貨 而在學校的時候有做過一個評估 就是說我們是算電力的部分 算電力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電力有的是民生用的 有的是產業用的 然後有時候我們講說 我們台灣用電啊 五成以下都是產業用電啊 滴滴滴滴之類的 然後一些產業界會說 我是用那麼多電 我也是要生產產品給你們使用啊 你們怎麼可以把指南推薦給我們啊 所以我為了解答這個疑惑 我們就做了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分析說 到底台灣有做好電 是為了生產產品出口去國外賣錢 所耗用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可能 我們今天可能是生產電腦出口產品的話 那它包括 那這個電腦出口的時候 它需要一些 它需要鐵啊 那時候你就會把鋼鐵 生產的鋼鐵部分 它的耗用的電量 算在這台電腦的出口 出口的身上 我們就類似用這樣的觀念去算說 我們台灣一年出口產品裡面 為了生產產品出口 所耗用的電量 到底佔台灣的一年總化電量的比例是多少 我們分析面就看到說 台灣一年大概 用電量裡面大概有45% 是為了生產產品 是為了生產產品 去提供給其他國家的消費者所需 然後所耗用的電力 我們這個東西不是說我們台灣 直接出口多少電力給其他國家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孤立的一個島 我們電網沒有跟其他國家連接 我們當然沒有所謂 像像那個 德國他們可以電力輸出啊 法國電力可以輸出 歐洲電力可以輸出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這個事情是 我們在談這個輸出是說 我們為了生產產品這樣 出口的產品裡面 它所耗用的電量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有4成5 有4成5裡面是 大概有45%是為了生產這些產品 耗用的產品出口所需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分析 就是說 我們台灣有很多環境問題 有很多環境問題 就是來自於說 那我們這些出口結構 出口結構 我們這些出口結構的增加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簽了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是鼓勵我們去生產 耗用的產品出口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代表說 我們接下來台灣在這邊 用電量的需求 就會增加幅度更快 然後就會造成說 那我們現在就會 想說 那是不是我們 不蓋 我們不蓋核電廠 不蓋阿根 南米電廠 不蓋燃機電廠 我們這些就會 電不夠用 這樣的議題 其實它很多根本的議題 是來自於說 我們是要怎樣的一個出口型態 那只是可惜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談 自由貿易協定 對環境的衝擊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談法 像我剛才談到的東西就是說 會有一個所謂的 會有 因為我們可能比較熟悉的是說 那如果是直接出口 一些什麼 廢棄屋 電子廢棄屋這些部分的 所謂的 直接的產品效應 然後還有的話 就是我們的規模效應 像我剛才談的就是 我們台灣可能會有的一些 規模效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些 結構效應的部分 還有的話就是 我們去運輸這些產品的過程中 所含用的一些 直接效應 就是在這些 航運過程中排在那樣 但那是比較 我認為說它是比較賣藥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談一個法的時候 在談一個法的時候 他們我們都會同時去算 在經濟方面 我們哪些產業會增加 哪些產業會增加 就是他有告訴我們 化學纖維材料業會增加 機械業會增加 鋼鐵業他們的經濟會增加 電子製品那個 繁殖業會增加 然後電子製品可能會減少 或是豬之類 然後我們就去算 然後他對舊業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為了減少這些就業影響 我們就會成立一個所謂 就業輔導基金 去輔導說這些 這些產業可能要做一些轉業 或是技術的提升之類的事情 那我們就 然後我就在想 同時為什麼 大家不去看說 那這些 這樣的這些 產業的結構的變化 它對環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個分析 做一個分析就是說 到底 我們如果按照ECFA 他們這邊去評估的這些 產業的產值變化的時候 那它對環境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環境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因為 不知道你這是我在 我出國發表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就沒有 拿不去把它翻成 拿不去把它翻成中文 我就會去看 然後就看說 其實它在 它在出口的話 它會使我們 就是ECFA 就按照他們的經濟評估 然後出口會使我們出口量增加4.6% 4.6% 然後這樣的話 所以它在我們就業上面 它在同時 會增加1.2%左右 但它同時 卻會使我們那個 台灣自己的排攤量 台灣自己的排攤量會增加3% 然後我們的 水資源的耗用量也會增加2% 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如果我們 就是我們看到 它會同時增加我們出口量的同時 也會同時增加我們的環境衝擊 所以我們就應該針對這些部分 就是去擬定 擬定那個 我們應該要做的一些減性對策 像是我們可能針對這些 比較受過益的 過益的產業 這些產業 Health Health的話是 要花一些空氣污染 所造成的人體健康的損害 就是像 PN10 PN2.5 帶奧辛 然後重金屬這些 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會想說 那我們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產業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都談到 在經濟方面可以賺多少 然後我們也很關心 在勞工方面的損害 然後 我們當然在環境面的話 我們當然就在意說 我們只要在意 是在農業方面 可能會受到多少的 受到多少的影響 但它其實在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它會改變我們整個產業結構 而這改變產業結構 到底對我們台灣 要是講說 我們要藉由調整產業結構 讓台灣 污染能夠減少 讓我們台灣能夠整個能源消費提升 這一塊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我們現在在談這些自由貿易協定 談ECFA的時候 我們都不去思考的事情 這是我這邊想要點出來的 請問以前 那Health 既然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對Health的負影響 所以應該是minus才對吧 就是它的衝擊會增加 我的意思是 衝擊會增加的意思 就是你的污染物 它外面才會增加 就是負的 對 那這本身就是畫面的意思 本來就是負的 照片的環境 所以所有的環境影響 都是負的 對 OK 這個才是 對 好 那同時我們看到說 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 我們在看台灣之後 我們最新的 就在談的是 TPP 就是要跟 加入美國規劃的泛泰P一樣 夥伴關係協定 這個的話就是包含了 日本 韓國 然後新加坡 然後 澳洲 紐西蘭之類的 這些國家都要加入的一個 很大型的 就跟你說 你就把它想成是非常大規模的 一個 一個法 這樣的一個系統 我們現在在台灣這邊談說 我們要以這個為目標嘛 甚至兩黨 兩黨 就是真的是 但是兩黨都是以這個 都認為說 欸 TPP是對台灣來講 是必須的 但是我們在談這個過程中 我們都忽略到說 欸 即TPP 這個財財協定裡面 在美國 或者在其他的亞太國家裡面 他們都被提出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潛在的 環境上面的隱憂 然後 他們也提出來一些 因應的策略 你要去 因應這些TPP 肯帶來的環境方面的隱憂 像他們 在美國的環保環境 他們就講說 欸 美國可以借給TTPP 增加他們 講說頁岩器的出口 而頁岩器的話 其實在對美國分數來講 其實是會造成 一些環境污染的 然後像是 澳洲 澳洲 他們都沒有限量 這幾個綠黨 他們就是 發出共同證明導 就是講說 欸 TPP有沒有的話 甚至 他們會有一些貿易 會有一些法會上面 因為說 很笨有什麼 騎士性的待遇 所以各個國家裡面 你就不能用一個 更高的環境標準 去要求 要求你們那些 要求你們 這些企業 如果到這個國家 設廠的話 必須要遵循這樣的一個 一個環境標準 所以會變得阻礙各國比較進步的 環境管制法院的設定 然後美國參議院的話 那這邊就講說 就講說 那他們在207年的時候 其實就做出一個決策 就是說 你每個貿易 礦儀協定裡面 它有個叫環境專章 這方面的內容 你要去推這個TPP的時候 你應該要去 任何這個環境專章的內容 不應該是造成 而是有這個環境專章的話 就可以比較避免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發生 而我們台灣比較麻煩 是我們在談這個 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 這個過程中 我們這一塊都是比較缺乏的 社會上面比較不重視 比較不重視這一塊 如果在這邊的話 就介設機會 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就是大家接下來 因為TPP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它在接下來 可能接下來四年裡面 都會是不斷的 接下來四年裡面 可能都是會不斷被炒 大家會不斷看到這樣子 好 然後 現在